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各位观众点开视频 收看我们新一期的猛汉节目 仔细看标题的观众朋友 应该就会发现这次节目的特别之处 现在就让我们自己来重新介绍一下吧 我是王阿姨 我是乐乐 嗯 话说不应该是猫车军吗 猫车军是说我 除了你还有谁 你的粉丝观众不都是这样称呼你的吗 话说如果不叫猫车军的话 我们这个组合名字还有什么意义 你看看 我们节目的标题和形象都设计的这么棒 如果你不叫猫车军的话 我们这些工作不都白费了吗 是吧 猫车军 我最讨厌别人叫我猫车军 我好歹也是做攻略视频的 名字里面就带个猫 那我还玩个蛋 本来我们这期视频也是攻略项的吧 反正 反正不要叫我猫车军 叫我乐乐 哟 我不叫你猫车军 那些耍弹幕的观众老爷们 也会叫的呀 是吧 既然猫车猫车猫车军 说到了这期视频的内容 就让猫车军为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期节目的内容吧 麻烦你了猫车军 你是在故意惹我吧 咳咳咳 我们这一期的猫车课堂呢 呸 我们的怪物恋人online课堂呢 主要是为了帮助怪物恋人online的新手恋人们 让他们能够尽快熟悉游戏操作和内容 而开设的 当然 除了单纯的教学 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怪物恋人相关资讯 以及回答大家一些关于怪物恋人online的问题 对 节目内容就像猫车军说的一样 不过话说回来 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合作出这一期节目呢 这就要说一下我们二位无节操的策划同学了 他们 在TrendJoy期间在怪物恋人online的试玩区当看板狼 服务各类玩家 更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新手玩家 比如这种 然后 然后就有了这期节目 阔不小 啊 什么 就这样吗 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勾搭妹子吗 太无节操了吧 呦 你个死妹控 你根本没资格说这些 还不是告诉你我们做这节目 可以勾搭到妹子 所以你就毫无顾虑一起合作了吗 你怎么把实话说出来了 我的心象全毁了 总 总之 不管是萌妹子还是可爱的男孩子都快来等我吧 喂喂 你怎么比我盲阿姨还无下线啊 让我们赶紧回到节目内容上 开始我们的课堂教学吧 要专心听讲哦 这第一期的猫车课堂呢 先由我们阿姨来介绍一下 片手篇章里 有关片手剑的基本操作和部分派生招式 在讲之前 这边要声明下 以下教学全部基于手册时的设定来介绍的 将来有什么变动后 可能会与本教学向视频内容不符 那么 萨 一勾 让王阿姨我先从武器系统中 把共通的基础操作讲解下 因为手册目前还没有支持手笔 所以讲解都是基于键盘操作的 键位都使用默认键位 那么现在我们先从人物的基本操作说起 WASD键是控制人物移动 鼠标的控制控制人物视角 默认设定鼠标滚轮是期换Y轴视角 鼠标移动则是控制X轴的视角 按F10 可以把鼠标滚轮的视角操作权 全部交给鼠标移动来进行 当然了 如果觉得视角控制比较麻烦的话 可以在面对游戏中大型怪物的时候 按Tive键 可以开启或关闭自动锁定功能 水伏特键 收刀状态时可以加速跑 但需要持续消耗掉耐力 贼键是交互动作 具体有交互动作包括哪些 反正通常需要跟物品或者生物接触的时候 都需要这个键 如果要下蹲 请在收刀状态下 按C键来进行减肥皂动作 网友说一下拔刀和收刀键 是按独立出来的Q键 还有控制键平时是作为翻滚键来使用的 在收刀状态下 被对大型怪物加速跑的时候按空格回避的话 可以变成无敌判定时间更为长的飞幅动作 被怪物击飞的时候 时机按准确 可以在落地时同时发动瘦身 拥有这些功能的控格键 也是作为最频繁使用的按键之一 还有爱福键是使用奥利 等左上角的曹曹满的时候就可以使用了 左键右键是作为两种不同的攻击键 一键作为特殊攻击键 比如在装备骗手的时候是防御键 防御时按左右键 也是不同的攻击派生 其中防御时按右键是盾击攻击 话说 这样的讲解也太无聊了不是吗 基础操作基本都讲完了 剩下的一些奴炮专用键 登到了奴炮片的时候再讲解 让我们还是赶紧进入实战部分来进行实战演示和讲解 顺便说一下 数字剑是对应不同的道具快捷键 我丢 准备 这是一个装备吗 不 vaccinated 没问题 装备也换好了 基础操作也讲解过了 是应该出发狩猎了 不过在此之前 让我们先把狩猎目标 和装备来个简单的了解 本次的狩猎目标 是合理兽 所以换上的装备 也是合理兽套装 拥有探知和速食光环的技能 探知技能让我们不用染色球 或千里引药 就能知道怪物的位置 速食光环可以让同区域的队员 提高使用回复道具的速度 介绍差不多就到这里 SAR EGO 让我们开始狩猎之旅吧 此时我们进入地图 会看到前面有个蓝箱子 新手很容易估视掉这一点 里面是战斗的补给品 因为我们已经拿好了 就直接奔怪物去吧 注意细节的观众 应该已经发现了 用上角的小地图 已经把合理兽的位置 给我们标记了出来 这就是我们装备技能的 探知技能效果 现在我们只要奔着这个去 就好了 在战斗之前 让我们吃下 携带食料或者烤肉 可以补充耐力上限 前面就是我们的目标 合理兽了 相信关注怪物 猎人昂癌的朋友们 应该再熟悉不过了 因为太过熟悉 也会看起来很无聊 让我们阿姨 给大家示范一种 另类打法 我们全程运用我们手帆滚 我们全程运用我们手中的盾牌 交击它的头部 就像这样 首先再深入一下 手册是自带回避性能的 所以无论攻击 或者偶叫 都是比较好回避的 这种骗手抱头颅的打法呢 主要运用防御后盾击 来进行对合流 受头部的稳定输出 刚刚的失误导致没有让攻击 出现黄光一闪的气绝质的蓄力 嗯 有失误了 像刚才翻滚后的盾击 对距离感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不过相对的切绝质蓄之功效 比防御后的盾击来得多 具体打法什么呢 我就不多做介绍了 新手呢 注意走位和对怪物动作的判断 因为出手比较少 所以相对来说 打起来也比较简单 再让网网以我来说一下 这种打法的好处 第一呢 是可以给怪物增加气绝质 可以导致他陷晕 但又会有哪个傻 你不去拿锤子 用骗手的盾击去抓住冤怪呢 这第二呢 就是翻滚 这第二呢 就是盾击 是不消耗斩位 也就是所谓的锋利度 像我盲阿姨这样的买不齐底时的穷人来说 这真是太开心了呀 最后呢 给新手玩家总结一些经验技巧 像这类一不动 我不动 一一动 我就轮 这样的打法呢 主要是先熟悉怪物的每一下招式的动作 根据对方出招再制定自己的出招方式 千万不要看到 计算怪物的硬直时间也是十分重要的 单刷的时候要尤其注意这一点 很好 打出眩晕了 不愧是骗手暴头流 呦 破头了 别看军的时间那么短 像这样强制的硬直 会取消极晕时候的炫晕状态 既然怪物不会弃绝这个谣言已经证实了 盾击的操作也是反过了 接下来的解说就交给猫车军了 现在就由我来给大家带来沙狸兽的介绍和简单教学 首先呢要介绍一下狩猎用的装备 因为狩猎的是沙狸兽 所以也准备了相应的沙狸兽套装 因为是亚种嘛 所以说装备造型和沙狸兽套装是一样的 只是颜色不一样 沙狸兽套装呢有两个技能 防御上升小和团队之星 防御上升就不用多解释了 团队之星可以看作是速食光环的强化版 不仅可以提高自己和队友吃东西的速度 还可以增加使用道具的恢复速度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实战讲解吧 OK那么说来开始 诶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啊 沙狸兽不是这张地图吧 我许你怎么跟艾莉一样喜欢跟着我吐槽 我操王阿姨你算着我 喂喂王阿姨 王阿姨回来 我你 我能说脏话吗 好你个王阿姨竟然敢坑我 你也太小瞧我了 我就当着这么多观众的面 把刺火龙干掉给你看看 虽然话是这么说 我先吃块肉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是呢怪物猎人online当中的刺火龙 还是非常强的 这一点呢 我想只要是参加过手册的猎人 或者说了解过手册情况的 比如说看过视频啊 像我之前也有录过视频的 这些朋友们应该都能 应该都记忆犹新 那一晚呢 手册的最后一天 开放了刺火龙的挑战 整个参加手册的菜鸟高手 加起来有差不多一千个左右的猎人 在一晚上猫了八千多次 最后呢也只有一组猎人 也只有一个队伍 通过换取bug的方式 才干掉极限难度的刺火龙 先滚一下多吼叫 OK 在这个怪物连昂赖当中啊 这个怪物吼叫是比较容易躲 因为在手册当中呢 猎人都是自带回避性能加一的 而且呢 龙吼的这个叛逆时间也比较短 躲一下躲一下 躲一下这个刀钩甩尾 还是刺火龙的招牌招式 依然还是保留的 刚才说呢 在以往主持版当中呢 这个火龙家族吼叫 叛逆时间是比较强的 是比较难滚 哪怕你有回避性能加 也是很难的 但是呢 在怪物连昂赖当中呢 猎人基本上躲火都是 滚火都是很容易的 现在死火龙还没有怒 还能跟你们稍微闲扯紧 等下他怒了 就知道还多厉害 甩尾时候 钻到他的两点中间 等一下回避 OK 应该 还有一次 要注意一下 你看他在修正方向 要注意多一下 一般来说呢 没有怒 没有怒之前 这个盗锅甩尾 一般只有两次 怒了之后就不一定了 三次四次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在怪物连昂赖当中 大家看到了 这个龙车的修正啊 变得很厉害 就有点像 以前二次当中的角龙 能不能不能不能强 好在呢 这个怪物连昂赖当中的 飞步 哎呦 怎么这里还有一只小猪啊 哎呦 小猪你一个人 在这么危险的地方 真的没问题吗 等一下啊 四火龙应该是要 三连火火球了 连续 哎呦 小猪 小猪你怎么了 小猪 一个禽兽啊 他还是个孩子 人家再飞 哎 刚才也说 这个怪物连昂赖当中的 这个飞步啊 发动啊 要比以往的主机版 要简单很多 挑战 要比以往的主机版 要简单很多 因为呢 就不需要 背对外部逃跑 进入逃跑状态 发动飞步了 就在任何时候啊 只要你按下这个射不的键 射不的键 这个奔跑键 都可以飞 哎呦 没有飞 没有飞出来 任何时候呢 只要按下射不的键 就是奔跑键 再按下空格翻滚 都是发动飞步 四火龙 你能不能不要 这么配合我的讲解 哎呦 还是先换过去吧 把刀先磨一下 把血量捧一下 动斩 连续斩 回避 在这个奔来当中呢 就是像打这个四火龙啊 呃 我常用的一套连招 连招呢 就是动斩 接连续斩 接这个转身动斩 先躲一下 他这个倒钩甩尾 倒钩甩尾的话 伤害非常高 而且中了以后 身上会中毒 这个是 很麻烦的 等他落地后 再给他来一套 跳斩 连续斩 转身 重斩 然后再等 OK 又是倒钩 然后再等他下来 再来一套 这套呢 就是我打 刺火龙的一个方法 就是先 跳斩切入 砍他的腿和肚子 然后 转身 重斩之后呢 就等着回避 转身重斩呢 是 online当中的 骗手剑 新加的招式 一来呢 他这个伤害比较高 二来呢 他后面比较容易 接回避 你砍完一套之后呢 刚好转个身 还可以再 回避出来 你看像这样 再给你们演示一遍 千万不能瘫刀 你跳斩完之后呢 这个连续继续 砍多了 钻到他的肚子下面之后呢 就会 就会像这样 这是我故意演示 给你们看的 大家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学 回避 好在身上还有解断 先把毒解 然后把 想办法 等一下 我们找机会 把血量补一下 小心 不要撞到火球上面 把血给吓起来 哎 我才发现 我 这就没药了呀 我 万一你 你又坑我 这 我身上就带三瓶药 这 这打个 这还打个毛线啊 哎呀 不是 哎呦 完了 你自动的话 哎呦 刚才一下 没 冷静下来 这怎么玩 这怎么玩 哎呦 之前我还 哎呦 先恢复一下 哎呦 我现在 想临时 踩踩药草 都不行了 因为在 online当中呢 你踩集植物 是需要 踩药手套的 这个我之前 哎呦 展望又下降了 终于打出来 给你吃 大家也看到了 才打出来给你吃 这个 慈火龙的 这个强度还很高的 哎呦 我傻了呀 我头昏了 怎么这个时候 磨刀啊 完了 这下 这下 哎 哎 等一下 等一下 回避一下 哎 这算是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吗 这都没死 哎呦 我之前还信誓旦旦的 啊 说 当着现场 这么多怪物的面 不是 当着现场 这么多 观众的面 就把 把 把 刺火龙干掉 这下 没得玩啊 哎 算了 给你们看一下 骗手间的奥义吧 按F键发动 守护者之路 在冲锋状态下 是可以随时常整方向的 再按下 鼠标左键 可以发动 连续斩 两下 三下 哎呦 好像 后面两下 哎 慈火龙准备换区了 这个 我们试一下 能不能 哎呦 我想不太可能 这个 怪物理员 阿赖当中的 这个闪光弹啊 还是范围比较小 不是那么 特特别容易中 哎呦 我还没有给他 丢染色球啊 他这个 跑到哪个 哪个区去了 去 这个 稍微找一下吧 在这个区吗 把他给关掉 当然呢 他如果把他打开来的话呢 我们会对自己的伤害 有一个更加 值 一个更加 他直观的一个一个一个效果 大家之前也应该看到了 我那个 骗手剑的奥义 打上去还是挺疼的 虽然平时骗手剑的单发伤害不高 但是呢 奥义的那几下 还是挺疼的 不过呢 就是他比较 难 权重吧 毕竟只能怪物不动的时候才可以 哎 好了 发现 死活龙了 这个哎呦 这个扇形喷火 也是 好 还可以连 还可以连对甩尾 哎呦 怎么这个区 还有蚊子 这个 我最烦看到这个蚊子了 这个超讨厌的 哎呦 你看你看你看 等一下等一下 飞幅 哎呦 还来 再飞 哎呦 这个伺候龙弄了以后的这个 镰刀也是变得很多 哎呦 这 哎呦 蚊子超烦的 我跟你们说 先回避一下 怪物链当中的小怪 他的AI呢 跟我们以前玩的 家用机版的和长机版的都不一样 以往的 就是 怪物链当中呢 他的小怪啊 他经常会进行一些 随随之运动 就是说他不会一直 盯着你干的 他比如说打你几下 他会 呃 跳过来跳过去啊 或者是到处乱 乱跑跑 很多怪物 很多小怪都是这样 但是呢 在案内当中 他所有的小怪都像打的鸡血一样 就是一刻不停的 就是盯着你干 就非要把你干死为止 或者你把他干 把他给干死 干死为止 反正你们两个当中 只能活一个 我们还是继续 之前的打法 为什么不打刺火龙的头呢 因为你在他头前面的话呢 他经常会出 无预兆的龙车 这个呢 是基本上没有办法躲的 但是呢 你在他的身下 砍的话呢 他就会出这个 甩尾 啊 这个盗钩甩尾 哎呦 怎么主机斩位又又又下降了 他这个盗钩甩尾的 准备动作很大 是比较容易躲的 我们先 找找机会 先换去吧 换去把刀磨一下 如果没有磨刀 等一下 弹刀了 那就非常危险 哎 哎呦 这个 磨刀石也没有了 磨刀石也只给我准备了三块 哎呦 不是啊 根本什么都没有准备啊 这个都是我从箱子里面拿 拿到的 之前就 就什么都没有给我带 就把我丢到这地图里面来了 王阿姨就这么想看我猫车吗 就这么幸灾乐祸吗 我就偏不猫给他看 你看我能打到什么时候 王阿姨你给我出来 你别用这个BGM行吗 我听着超不爽 再铃再铃 猫车军 这不怪我了 这是导演给的剧本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下面呢 才是杀狱兽的教学 你可以好好展示一下 不要叫我猫车军 这次你可不要再坑我了 没事 我这人一向靠得住 等一下 我先去看一下地图 OK 没有问题 那现在呢 就开始杀狸兽的狩猎 因为是在沙漠 所以说呢 冷饮和热饮 是一定要先准备一下的 杀狸兽呢 它是河狸兽的亚种 亚种呢 一直是一种 比较省成本的设定 在远远的怪物身上呢 把颜色改一下 稍微加入一些新招式 然后把装备的颜色 也改一下 把数据变一下 那么呢 就变成了一只新怪物了 特别呢 在早期的怪物链当中呢 经常有一些 就是单纯 只是改个颜色 改一下数据的 这种亚种 就比较没意思 不过后来呢 亚种和原种的区别 也就越来越大了 做得越来越用心了 沙力兽呢 也是我觉得 做得比较好的一只亚种 哎呦 这个区怎么还有蚊子 先跳上来 给他砍一套 应该发现我们之后 会先吼叫一下 滚下 OK 没有问题 哎 这蚊子的麻痹几率 也太高了 哎呦 而且 被杀的时候 这个泥沙碰到以后 还会进入迷人状态 不能奔跑 又不能翻滚 只能 纯 靠 走位 走壁 哎呦 终于解决 终于解 哎呦 蚊子你 我 别 我 又来 你们这个 控制是要 连到死啊 我身上又没有 再解除 连状态的道具 哎呦 两个蚊子 一直盯着我 这个发展不对吧 哎呦 是不是偷偷 又把我的 基本给换了 不行 哎呦 别别别别 别 哎呀 这麻痹 这麻痹 也太高了吧 他的麻痹值 有多少啊 不行不行 我得把蚊子给干掉 蚊子在哪呢 把他给干掉 我看你 哎 我看你 OK 解决点 哎呦 终于可以好好解说了 打沙力兽的主要要点呢 就是要多使用骗手剑的新招式 回旋斩 它分为锁回旋斩 和右回旋斩 不仅呢 同时带有攻击和积动 两个效果 而且呢 他的攻击距离还是比较远的 比较容易重 另外还有一招呢 叫做翻滚回击 翻滚之后的反向跳P 只要在翻滚之后 按一下鼠标左键 就可以发动了 哎呀 发动了 这个突然发动的吼叫 也是不容易反应过来 哎呀 好 钻地了 杀离兽 这个钻地的攻击呢 是和雪狮子一样的 先钻入地下 再钻出来进行攻击 不过呢 雪狮子 它玩的是雪 沙利兽呢 玩的是泥巴 这个沙利兽亚种啊 也是在和地兽的基础上 把毛发 我们注意一下 不要被它这个 挖出来的这个沙土 给攻击到 把和地兽的这个毛发 给改成了金色 还有黑色条纹 但是呢 这样改动呢 却没有使它获得 可以发动 十万伏特的能力 反而呢 使它变成了一只 喜欢玩泥巴的 一只地面系小精灵 你看它还发动了 变缘和冲撞 不过这种 全体术招式呢 就比较容易回避 像这种牙兽种 通用的下杂攻击 也是很容易躲掉的 注意一下 还是注意一下 它这个挖出来的沙土 沙利兽呢 它钻出来以后 带出来的那个大量泥沙 会一直留在地上 像这样 注意不要走走上去 它会有一个很强的 减速Buds 哎呀 刚才就是 沙利兽的 在愤怒之后的三连 先是爪击 然后接铁单靠 再接随旋攻击 如果呢 它没有弄 就是两连 没有最后那一下 又钻地了 把血补一下了 哎呀 跑掉了 我忘了 沙利兽 还会通过钻地进行 换趋机弄的 它这下跑 跑哪里顺了 之前我也忘记 给它丢染色球了 那我们可以看出来 骗手剑呢 有两个最大特点 第一点呢 就是比较的灵活 它招式也比较 比如说这个 翻滚回击 还有回旋斩 都是同时带有位移 又带有攻击的招式 可以一边回避 一边进行攻击 只要你不瘫刀呢 然后多使用这些新招式 能不能打这个沙利兽 哎呦 打这个沙利兽呢 还是比较的容易的 另外一点呢 骗手剑的第二个特点 就是它的攻击频率比较快 它的连击数一般是比较高的 那在怪物连人online当中呢 也增加了连击槽这个设定 就是在画面的右下角 有一个连击槽 只要你呢 连续对怪物上能伤害 那么这个连击槽就会找 哎呦好打倒了 刚好可以试一下无限连 跳斩 然后左键纵斩 然后再按左键 再按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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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按死到左键 就可以无限连 大家看到左下角 那个连击槽 在一直PPP的找 那他没少买一条 就会给我们加上一些新的buff 虽然距离不知道效果是什么 但是应该挺厉害的 再来一次 翻滚回机 哎呀 打空了 这个没有没有关系 出殷值了 就可以一直按左键 这边对他进行连击 然后回旋斩 刚好可以回避一下他的攻击 被他打打打中了 这个怒了以后的伤血还是比较多的 不过呢 我身上穿这个杀利兽套装呢 打这个杀利兽 还是没有什么问题 一般来说呢 还是比较安全 不会出现什么哎呦 不会出现什么 被他打一下 就掉半血这种情况 这个又进入泥人状态了 这个还是比较烦的 我们换过去 把刀母抹一下吧 快去把刀摸一下 这个因为攻击频率高 虽然有时候是个好事 但是他对这个展位消耗 也是比较快的 咱这种骗手剑的展位 这把骗手剑的展位又不是很好 快去把刀摸一下 因为呢 在怪物猎人奥赖当中呢 这些新招式的加入呢 就是骗手剑 这两个特点 一个就是攻击频率高 一个就是比较灵活 这两个特点呢 又得到了加强 我个人觉得怪物猎人奥赖当中呢 这个骗手剑的招式设计啊 还是挺不错的 比较能体现骗手剑的呢 这两个特点 就是 他这个因为攻击频率比较快啊 这个展位又很扎 现在呢 在初期阶段 没有风力度5加1和1刃这些技能 连个快磨都没有就是老是要磨刀老是要磨刀 这个就就特别烦 特别是你在打一套连接之后 发呆了 就发呆之后就可以一直按左键无线连 我们真去打一个硬直出来 哦 这就完成了吗 那还是挺快的 所以说 打这个杀力兽的话 还是比较轻松的 这个才是正常的剧本 不要老师 弄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加加进来 那这样一来呢 杀力兽的狩猎 你就完成了 那么本期的课堂教学 你就到此为止 那么大家 下期再见吧 期待